第五章我们要介绍的是 平面波 平面电磁波 正向入射的反射波跟穿射波 看这个 正向入射的反射波跟穿射波 这个正向入射 它有个好处就是说 它里头的全部的东西 全部的公式将来在 将来在 这个我们的Waveguide可以用 然后在这个 这个 将来在传输线也可以用 所以我们学这一章的时候特别注意 因为这里头很多东西 将来我们都可以在传输线跟波导都可以用 这是我们要介绍的范围 介绍的内容 现在我们就开始介绍 平面波正向入射于理想的导体平面 就是说假如我们有一个介绍 它是理想导体 我们电磁波 从空气正向入射于这个理想导体的平面 那这个时候会有什么现象 因为它是理想导体 这个波传不进去 从空气传到理想导体的平面以后 进不去 因为它的穿透深度非常非常小 它进不去它就反射 我们假定这个区域是理想导体 你看 Azeta 2 approaches infinity 就是这个区域是一个导体 这个区域不一定是空气 它是界电子区域 它的sigma等于零 现在我们有一个电磁波 我们只写正方向 它从这边传过来 看这个波 从这里传 传到这个表面 它不能进去 因为这是理想导体 所以它在这里就全部反射 把这个波反射回来 这是入射波 然后在这就是反射波 OK 入射波的一般形态 反射波的一般形态 它是这个样子的 好 那么 我们现在 假设 入射波已知 入射波是已知 入射波的电场跟H场都是已知 那么我们假设 EI I就代表 incident wave 入射波 它的浮数部分 浮数形态 这是它的偏证 X偏证 然后这个是它的浮数的 amplitude 然后这个是它的face factor OK 好 这个就是H场 H场呢 这个是X偏证 这就是Y方向震荡 这两个的关系 因为都在第一区 都在这个界电子区 所以ER 本来应该是ERI EOR 那它就是变成 EOI over eta1 都是向 正Z方向传播的 因此这个都用负的 好 这个假设已知 已知 那么电子波现在传播 它不会传到戒指二里头 因为在这个戒指二 它是理想导体 所以在它的表面 射到表面以后 它就反射了 反射 因为它的穿透深度很小很小 那你power不能够穿进去 power又不能够无缘无故就不见了 不能就算它没有了 它还存在 那怎么办 那就是反射回来 好 我们假设 反射波的电掌幅数 reflected wave R step reflected wave 同一个阶子里面 我们假设它也是expandent expandent 那它的amplitude呢 是EOR 这个我刚刚讲错了 这个还是 它这个是EOR 这个是 就是它的这个振幅 应该是H H O I 就等于E O I over eta 1 H 这个 这个 这个反射波的 政府是EOR EOR 0就是代表 这个政府 R就是代表reflected wave 它现在反射回来 它就像负的一方向传播 所以这个地方用负的 介质一的总电掌 跟介质二的总电掌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个 电掌知道了 那我们把介质一的总电掌 总电掌就是 入射波加上反射波 入射加反射 就把这两个加起来 这两个加起来 方向都一样 那就变成这一项 加上这一项 OK 还有E2呢 第二区 第二区就是零了 它进不去 进不去 那现在这个是一个位置数 这个位置数 我们就用 在界面的连续条件 把这个EOR 把它求出来 这个连续条件就是这样子 这是界质一的电掌 界质二的总电掌 这是前面一页的东西 在Z等于零处 两个界质总电掌的切线分量相连续 X分量就是切线分量 因为波是朝Z方向传播 跟Z方向垂直的 就是跟这个 导体的面 平行 那就是E1 要用总波 像连续总波 那我们就把这个带进来 Z等于零带进来 Exponential就没有了 就变成E了 那就是E OI加上EOR 这个是这一边 这个是零嘛 就是零 所以从这里 因为这个项量等于零 所以它的大小应该是零 于是 就是这个值 这个值要等于负的值 因为EOI是已知 我们就以知数来表示未知数 所以EOR就等于负的 EOI 那就表示 这个坡的正幅 在反射以后 跟入射坡的正幅 方向相反 方向相反就是 Face差90度 所以反射坡的电掌 我们就可以由这个入射坡 假设它是这个 然后EOR等于负的 EOI就可以选成这个 都用这个已知数来表示 反射坡的磁场 你知道电掌就可以知道磁场 磁场就是等于 这个值被ETA来除 ETA呢 也是第一区的 所以也是ETA1 也是ETA1 它跟这个电掌是一样 然后它的方向 你看 要注意 看这个 这个方向 这是负的 OK 负的 我们 不是 本来这个 这个是 ER HR HR 这是 EZ ER HR HR呢 你要看它的 方向 它现在是朝 Z的正方向 传播 电掌是 X方向 本来Z这个方向 X Y Z Y是出来了 但现在 电 它电子波 是朝正方向 前进 X朝这里 那么H站就要朝那边 就是负的 Y方向 这个要 要弄清楚 OK 这个 要记住 就是E cross H 的方向 是等于传播方向 就对了 这样子的话 我们把ER 等于负 E O I 带进来 它就变成 正的这个值 特别注意这个 你要 你要 把这个 传播 是 ER CROSS HR 这个方向 要等于什么 等于 正Z的方向 正Z的方向 OK 负Z的方向 搞错 负Z的方向 现在我们看 我们现在可以把第一区的总电厂跟总磁场的实斜形态就可以写出来了 这个实斜形态 总电厂的实斜形态 是等于第一区电厂的空间形态 或者复速形态 乘上 X-PONENTIAL J OMEGA T 取实数 取实数 好 那么 这个E1 我这里可能写太快了 这有两项 E1 这个我们回到前面再来看一下 回到前面再来看一下 E1 你看它有这两项 这两项 好 这两项我们把这个 我把它放大好 你把EOI变成 EOI变成 负的EOI EOI 然后EOI可以提出来 那它就是Exponential Jβ1 减掉Exponential 这是负Jβ1 这是Exponential 正Jβ1 那这个是Cos Beta1Z 减掉SineBeta1Z JSineBeta1Z 那这个就是等于 Cos Beta1Z 加上JSineBeta1Z 好 这两个一减 就是变成 两倍的J 负的 两倍的J SineBeta1Z 所以这个 我刚刚这一张 跳掉了 没有出来 跳掉了 有这张 我们就不必回头去看 你看这个 加上ER 就是这个 然后这个呢 加起来就是这个东西 H呢 也是一样 我们把它 化成这个 EOR变成负 EOI 这是加的 那就是两倍的Cos BetaZ 然后把这个值 带到这个里头来 它就变成 这个值本来是 就是这里 加上一个这个 现在乘上这个以后 取十数 那这个 那这个 有CosinOmegaT 加上J3OmegaT 那SineOmegaT CosinOmegaT 乘J 它是个负数 我们不要 好 正的 J3OmegaT 乘上这个 负J 那就是 那就是 变成 2J Sine 2J SineOmegaT 所以它就变成 这个 J没有了 变成这个 好 H呢 是这个 现在把H1 我们前面算过的 带进来 现在要取real 这个都是real 这个都是real 所以这个 就是CosinJ OmegaT 加上J3OmegaT 我们只取Cosin 就好了 所以它就是 这个值 生CosinOmegaT 这个就是 正 就是第一区的 电场 跟H场的 Time Harmonic Form 从这里头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 驻波形态 驻波形态 就是说 单单看这个OmegaT 前面如果是1的话 这就是Simple Harmonic Motion 但是它现在 这个不是E 这是跟Z有关 那就是说 它这个Simple Harmonic Motion 它的正幅 跟位置有关 这电波在行进的时候 它在哪一个位置 形成的驻波 它的正幅不一样 就是说 它的波正幅不一样 Z不同 正幅不一样 这就是驻波 那这个驻波你看 这是Sin 这是Cosin 如果这个是 0的话 这个是正负1 就是说 电场为0的时候 H场震荡的最厉害 H场是0的时候 电场震荡的最厉害 所以它们的这个形态 有90度的相差 90度的相差 这是我们现在看看 这两个波 它的图形 我们看这个 像这个 这个曲线是电场 电场 电场 它 它现在不是行进波 它就在这个地方震荡 这个地方 这样震荡 但它时间不是同一个时间 这个时间在这里 经过一段时间才震荡 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子震荡 这个地方就是这样震荡 安倍率比较小 这里就不震荡了 这个地方呢 比如说这里 最大的时候 它就是最小 它这样震荡 它就这样震荡 这样震荡 OK H场呢 正好 夹90度 看到没有 H场夹90度 它是最大的时候 H场等于0 H场最大的时候 电场是0 所以这是90度的相差 90度的相差 OK 所以电场是这样子 如果这是一条旋的话 它的驻波 它这样震荡 我们眼睛看得出来 因为眼睛的视觉 有16分之1秒的暂流状态 所以它在这一段震荡得很快 我们可以保留16分之1秒 所以一条旋 在震荡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震荡有个模模糊糊的相 一个波包 我们看这个好了 有个波包 Wave Package 这样子震荡 波包 那这个H呢 如果也算是旋的震荡 它就是这样 它也是有一个波包 波包 那这个波包跟这个波包震荡 正好方向相反 左边这个朝这里 右边这个朝下 就是这样子震荡 这样子震荡 这就是驻波 你看它震荡的这个package 不会跑 就在这个地方震荡 这个永远是零 这个地方永远是一个波包 好 现在我们由电磁场的浮速形态 来求第一区的平均功率 好 它现在都变成驻波了 我们看到的平均功率是什么 第一区的平均功率 就是电厂的 第一区的总电厂 cross第一区的总磁场的complex conjugate 这个是浮速的表示法 浮速的表示法 浮速形态的表示法 但是最后这还是real 这个是real 我们就看 这个是什么 刚刚算出来是这个词 H1 要取它的complex conjugate 因为电厂这个是complex 所以有个complex conjugate 大概star在上面 它后面 这个都是实数了 那就是变成这样子 好 这两个乘起来以后 二分之一real Ax cross Ay是Az 然后这个J还在 Eoi乘Eoi star 就变成Eoi square 然后Ata也是实数 然后两倍的 我们知道这个 这一个22就4了 但是两倍的 sin beta1z 乘上cos beta1z 就等于sin 2 beta1z 所以它还有一个2在这里 好 最后变成这个值 这个值 这个值里头你看 2跟这个都是正的 都是正的 所以它全部是一个浮数 你取real 它没有实数部分 所以等于0 那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理想导体 当电子波射到这里 垂直入射 然后再反射以后 形成了这个助波 对不对 我们说 在这个区域 电子波传播的功率 就从这里传到这里 功率等于0 坡本来可以传播功率的 我从这一点 可以传到另外一点 但是这个坡呢 功率等于0 为什么功率等于0 你看 它不是行进坡 它是在原地震荡的坡 原地震荡的坡 所以它的功率不会传过去 就在这一边 有电子上的 刚刚是有复数形态 现在我们看它的斜阵形态 Pointing vector等于这个 这个是harmonic form 这个是它的harmonic form 没有star 现在没有star 那我们就把这个乘开来 Ax方向乘ay Az 4倍的 10平方 over eta1 sin beta1z cos beta1z 我们当然可以把这个变成两倍的 这两个都变成 这个变成sine 2 beta1z 这个变成sine 2 Omega t 这个4呢 就没有了 一人给它一个2 就这样子 它是这样子的 然后取它的平均值 带到这个平均值里头来 Pointing vector乘D Omega t 从零击到二π 就是乘一周期 积分一周期 被二π来除 你看 因为这个是 Omega t的 二倍角 所以它的微分 它的积分 一个周期的积分 就是零 就是零 因为这个是二倍角 所以积分就是零 以上结果知道 在第一区的平均功率是零 所以第一区 驻坡 它不携带 它不携带电磁能 它电磁能就在原地 在那里 原地 它不会跑 它不会跑 所以入射的能量呢 入射本来是一个行进坡 反射以后 也是个行进坡 两个行程入 行程这个驻坡 那就 它驻坡 所以它的 就没有这个功率 可以传到第二区去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题目 频率是100个MHz Y偏证 要注意什么偏证 比尔老师 我们用Z偏证作为 X偏证 来讲 我们的立题 结果题目是Y偏证 你就搞错了 这是Y偏证 均匀平面坡 I字代表入射坡 电厂H厂 从空气 垂直入射于X零处的理想导体平面 假设正幅是6mV per meter 求下列各磁场 各电磁场的向量形态 跟石穴形态 入射坡的向量形态 入射坡的石穴形态 反射坡也是一样 总坡 在空气里头的total wave 还有电厂 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驻坡 那电厂为零的时候 最靠近导体平面的位置 是什么位置 就是说它第一个 它的驻坡 离导体平面最近的一个坡级 我们根据这个数据 F是这个 我们现在要求坡 那你必须要知道Omega Omega 2πF 还有知道什么呢 还有知道向常数 因为你坡里面就有Omega 有Beta Beta1 在空气里面就是Beta0 它就等于Omega over C 这是本来是Face Velocity 那么在空气里面的Face Velocity 就是三正式的八次方 Omega 2πF 变成三分之二πRadian per meter 还有知道波阻抗 固有波阻抗 在空气里面是Aeta0 就是120πΩ 这个要记住 正幅6mV 我们就写6乘10的负三次方 meter per second 这个都有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写入射波的向量形态 那你就把平面电子波写出来 它从X方向向X方向传播 电场是Y偏正 我们假定电场是这个 它的正负是这个 那Exponential-Fu J Beta1 它是X方向前进 这就是Beta1X 我们朝Z方向就是Beta1Z 这个我们都可以写得出来 那现在呢 你就把这个值带进去好了 这个是6乘10的负三次方Volt per meter 好 这个Beta1刚刚算出来了 是这个值 所以Ei就等于这个 那Hi呢 那就是 它的正幅就是这个 被Aeta1来除 H 那这个就是 很简单 就是这个 Volt per meter 被377欧姆来除 就Exponential J Omega1 这个 Beta就是用这个 三分之二拍 可以用三分之二拍带进去 这个除出来就是这个值 单位就变成 Ampere per meter 平全你把那个 冷气关掉 好吧 好 Rosebo在向南形态写出来了 我们就写它的实学形态 Time Harmonic Form 你这个值 乘Exponential J Omega T之方 取实数就是Time Harmonic Form 把这个值 乘上这个 Tick real 就是 那这个 Tick real 这两个合并 就是Cosine Cosine Omega T 减三分之二 X 就是这个 Omega T 是这个字 Omega算出来了 好 这就是实学形态 Hr也是一样 你把这个 复数形态 乘上Exponential J Omega T之方 取实数 它是一样 还是一样 还是Cosine 还是这个 这个字称Cosine Omega Omega T 减的Beta1 X 反射波 好 我们 一个一个帅 反射波 注意哦 X方向 传播 因为它朝X方向传播 所以这个地方是正的 正的 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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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现在 反射波 反射波 我们知道 它的E 这本来应该是EOR 要用R 要用反射波的正符 它EOR 应该是AY EOR 它EOR等于负 EOI 所以这里有个负号 于是我们把这些值都带进去 以R就出来了 然后看HR HR要等于 电厂的这个 被A1来除 A1来除 但是你要注意它 这是AZ 看看这个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什么 因为它现在是朝 都是朝 都是朝 都是朝这个 X的负方向 负方向 它朝X的负方向 电厂是 是Y 电厂是 电厂是 负Y 它要朝这个方向 这是X Y是在这里 我们家庭Y在这里 XYZ朝这里 所以它现在这个是 朝负X方向传播 它电厂是负Y 它一定要乘一个Z 这个方向 才会朝负X方向传播 所以它这个 是 朝这个方向 是负Z OK OK 本来是X X Y X Y Z朝这边 它现在朝这边传播 这个 这个 电厂是 朝 负Y的方向 负Y的方向 这个最好 画出图来 画出图来 我们再比一次 它朝X的负方向 走 X在这里 本来是Y在这里 Z在这里 它现在 朝这个方向传播 电厂是 朝这个方向 电厂要朝 这个方向传播 电厂 超负Y的方向 这里传播 那它的H长 应该是 这样子 应该是 朝这个方向 它这个 最后 它这个是 朝 它是AZ 这个我们还是用这个 这个地方我们才 把它 改过来 这个是 AY就是AZ AZ 这是正值 因为你 负Y的方向 要朝这里传播 朝这个方向 H长才会朝这里传播 反哲伯的实学形态 就把这个成 Exponential Jωt 去实数 这个都是正值 所以它就去cos就好了 cos的这个 Omega t 加 J 加上 2排 3分之2排 X 这个也是一样 把这个值 乘 乘 Exponential Jωt 次方 然后取实数 那就是这个值 乘cos Omega t 加上 Beta x 就好了 好 我们看空气里头 借值的总波 的向量形态 总波就这两个加起来 你把这个加起来 总波 这个Ero等于负义I 这个加起来呢 你看这个 前面都一样 提出来 后面就是 Exponential 负Jω1 J Beta 1 X 乘上这个 减掉这个 正的Exponential 减掉Exponential 正的 J Beta 1 Z Z 那这就变成 负J2 3 负J2 3 Beta 1X 然后我们把这个 值带进去 EIO6 把乘10的负3 质放 带进去 这个 用这个带 然后呢 H1就是等于 这两个之合 我们这两个都求出来了 这两个都求出来了 那现在就把这个 共同项提出来 但是 Exponential JBeta 1 X 加上Exponential 正接的Beta 1 X 那就变成两倍的Cosine 两倍的 2 Cosine 这个值 空气 介质中 总波的 实斜形态 在空气里面 这个是 向量形态 实斜形态 你就把这个 乘Exponential J Omega T 取实数就好了 你把这个 称这个 取实数 那他这个就 Cosine Cosine Omega T 称这个是 虚数 不要 加上 JSine Omega T J神J 负一 正一 要这个 他就等于 AY 的这一项 AY 这个就变成 Sine Omega T H上也是一样 你把这个值 乘上这个值 这个值 乘上这个 取实数 这个都是实数 这个都是实数 那就是 取Omega T 就好了 Omega Cosine Omega T 就好了 量 Omega T 好 现在我们要看 著波了 你看 他的合成波 是著波 是这种形态 那么 为零的时候 就是说 正大 某一个位置的震荡 永远是零 这个叫波 波节 震荡的 这个 Ambligo 就是最大的地方 叫波负了 它现在就 波节的位置 就是这个 要等于零 等于零的话 那就整个 这个函数 要等于零 那时间总在 行进的 这个有时候 会是零 但是不是 很等于零 这个不是零 它是整个 要很等于零 一定要 这一项 等于零 那就是 Sine 三分之二 Pi X 要等于零 那就 三分之二 Pi X 它要等于 Fu M Pi 为什么Fu 因为我们是把 表面 到底表面当作 X等于零 到底那边是正的 反过来是负的 所以它一定在空气这边 一定是负的 M等于零 一二三 等于零的时候 这个就是导体表面本身 除了本身 一个破解之外 是破解之外 然后最近的一个 就是一倍的 M等于一 不是我们先把这个摔一下 X要等于1.5个M 1.5个M M等于零 就是到底本身的破解 最近的一个就是M等于1 所以最近一个破解的距离 距到底就是1.5公尺 好 我们将到这里休息一下